父亲每天能喝一百瓶酒 也能打死一百个母亲 可是母亲却无力反抗 他决定带着儿子离家出走 白天干着正常的工作 晚上还从事特殊的服务 努力维持着平凡的小家 可父亲仍是找上门来 非要让母亲再给他生个孩子 只因男孩曾有个天才姐姐 十岁话初的话就能卖出百万高价 但不幸的是早早过时 无能的父亲是想再生个摇钱树 男孩心疼痛苦的母亲 拿起酒瓶就砸向了父亲 直接让其原地暴毙 母亲看到后急忙拿出积蓄 挂在了男孩的脖子上 让他先去车站等自己 随后连捅丈夫数十刀 并在留下认罪书后果断自杀 这是他为男孩做的最后护佣 男孩知道后当即病倒在床 但由于帅气的长相 很快就被一个大叔收养 住进了豪华的大房子 可大叔却有着奇怪的癖好 总是对其动手动脚 这让男孩变得越来越自比 直到大叔的保镖趁其不在 准备进一步侵犯男孩 男孩才愤然反抗将其杀死 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天赋 直接震惊了回来的大叔 他便将其送进了杀手工厂 由于男孩出众的表现 总被其他人联合孤立 并时不时地殴打发现 只有善良的马林愿意接纳他 总会为其包扎伤口 但大叔看到男孩还有情感牵挂 便故意让他和马林在毕业决赛相遇 男孩虽然实力强大 但不忍伤害唯一的朋友 可马林却被大叔注射了兴奋剂 不受控制地将男孩打成重伤 大叔生气地将其关进监狱 而马林也在最后一次为其包扎后 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工具 但没几天就传回了他死亡的消息 男孩开始后悔毕业比赛的放水 一时间各种苦难齐聚心头 瞬间压垮了男孩的精神防线 从此他怕急了自己做决定 于是大叔趁机对其催眠 让他暗杀各国掌权人物 成为了一具优秀的行尸走肉